先開始來關心的是 鳳胎的消息 現在在我們臺灣附近有三個鳳胎 其中已經對著這個南修鳳胎 來發佈這個略向 跟這個海上的進步 這個鳳胎可能會為台灣 來帶來這個慶祝 因為受到這個南修鳳胎 這樣勾 這樣勾的影響 這個去想叫 會不會可能會對著南邊的 這個萊蘿克鳳胎 來發佈這個海上鳳胎的進步 已經發佈的略向 鳳胎的進步 南修鳳胎 目前在臺北西北方 差不多90公里海邊上 因為點鐘6公里速度 用西南西前前 去想叫關注 南修因為結果不知 有減量出世 但又跟來羅克鳳胎 向上收看 映像的湯圓效應 來羅克鳳胎 可能會直接侵蝕台灣 不排除它會逐漸 朝向台灣海峽南部移動過來 那這樣子氣象局 有可能會針對 第6號颱風來羅克 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目前在台灣 旅邊海邊上已經有3鳳胎形成 南修鳳胎 用西南山移動 就像境界範圍 包括給人台北 通風升級跟苗栗 來羅克鳳胎 結局18 那些路徑無便 可能沉蝕台灣 另外這個鳳胎 在康博斯 其實用流球方向移動 雖然不會沉蝕台灣 不過西鳳胎 形成一大片的結合來 會帶來風氣的互聯 中南部地區還有加上 午後熱對流的效應影響 也有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 以及包括東北部地區 都有這樣子的機會 我們提醒大家還是要注意這種 局部性比較大雨式造成的影響 受到西鳳胎包圍 全台灣天氣都不太穩定 去上郊提起平常要減控大火 並且注意最新的鳳胎動用 做好準備 記者從下報到 是 感謝記者張雨晶 在基隆無安所帶來上新的消息 這次面對上的鳳胎 中央責還應變中心 有在那張爺也對這三劫 現在提升到這一劫 今天早上這個行政議長 我們也交到頂地聽報告 另外在國軍方面 也已經出動了三千多的兵力 已經提早補修第十個官司 說要提供到極實的幫助 行政議長無論他 在去北點外來到 中央責還應變中心 聽國部會的幹部 除了上一邊爸爸風在九分後 他提起國官司鄉頂 在最好的時間點 才做出是不是體力的判斷 中央責全力的配合 定讓地方政府 隨時監控當地的這個狀況 然後做事實應變 包括撤離 如果能早撤離 就不必到風雨當交加之際 還要出動直升機去救 就可能造成另外的這個狀況 國軍議強調 鐵離沒有由中央來決定 最好是每一個住宅都不一樣 由地方政府來做最好的判斷 可以把鐵離的安全系統 只有三十個晚上就進出 中央責還應變中心的指揮官 在英國中同意發言 目前已經有十個官司政府應變中心 正以後一級到二級開選 國軍也有發言 在風台 警方法部進行 就已經保守在 這裡較有可能發生在海地区 目前國軍已經投注 有三千三百六十二名的兵力 在十個縣市七十個鄉鎮 那我們後續可以動用的兵力 準備好的有兩萬七千九百三十一名 就總統馬英九 也在我軍中島時 到中央責還應變中心了解進行 面對三個風台保護臺灣 中央是專業在準備 不過是這個方法風台的措施 也要固定政府的經濟應變 記者綽號報道 聽到收藏的國台 雖然是風台的天 不過有了一些控制的消息 來看看是這個 新增節運開始後 後在這個新增的六星療養裡面 就稍後來出現說 本來的地方都有十幾個公司的大筆順 因為話說這個影響到這個大安全 今天這個六星療養 跟這百多的民間團體的成員 就跟這個台北市政府的認證 要求這個質問 應該要全民來停工 所以現在我們要發聲的衝突 不管新增節運開後後 就像六星療養員的宜民洗大庫 出現有到十幾公司的必順 六星療養跟700的成員的民間團體 到台北市政府頭前 要求祖文局隨時專門停止工程開後 這個地方根本就不能做到啦 現在幾所持股 和所持股的所有的房子 每天都搬起來 一旦已經開始在這個活動了 因為營區裡面 幾個月建造的必順 都是跟祖文開後面在賠償 因為懷疑說 這就代表民伯地基已經在出黨 隨時有可能造成 祖文工程跟六星幫來 市政府是回應說的中間調查 在九月一日結果出來之後 再來做處理 營國所當地 讓民間團體批評 官方不願意面對策喔 我們一定要尊重專業 依據專家調查結果 我們做必要的處理 專家調查 這樣會讓民間團體不可以接受 向後發生的滅落全國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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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門口 轉到週朵 大家親屬的家庭 不過加在六月是有阿樂來 民間團體請說 那是市政府最近沒要全面貼到 最後完成的第四點子 要給他回到更加劇烈的空間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